现场就剩下一个活的了 就是那家店的老板 正在日军医院抢救 据说烧得跟炭一样 就剩一口气了 现场一共发现七具尸体 其中一个是老板娘 听说这对夫妻来上海一共八年 一直从事地下倉管的生意 给在户的日本商人 提供特殊服务 此外 他们还与当地的黑帮有勾结 以招工的形式 又骗那些家境不好的女人 并将她们贩卖到南洋 充当外安妇 这样啊 咱们就得查 看看这样的魔窟 上海到底还有多少 有多少 咱就给它挖出多少来 这个恐怕很难 之前英国人也想查 但是没结果 你怎么会出现呢 妈妈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院啊 医生说 等这两天检查报告出来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好想回家 好想睡在自己的床上 小坤 你不是一只想养只猫吗 以前妈妈嫌它糟 怕影响到邻居 这次回家 妈妈给你买一只 好吗 谢谢妈妈 我不想要了 我怕它有一天跑丢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会很伤心的 张太太 舒颜阿姨 小坤 你把我的书包带来了 对啊 太好了 小坤啊 回头啊 补习语文的工作可以交给我 但是 书学我就没有办法了 丽老师啊 可以让他 小坤 对 对不起 妈妈告诉我了 可我忘了 没关系 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好的书学老师 我们把落下的功课都补上 书颖 你陪陪小坤 我去给他买碗小馄饨 好嘞 我给你敲个苹果 爸爸妈妈的头发都白了 他们才四十岁 我觉得 特别对不起他们 小坤 千万别这么想 你啊 是爸爸妈妈活下去的动力 你想 在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世道里 有什么比 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更幸福的事情呢 书颖阿姨 我有一件事情 想告诉你 可是 我答应过她不告诉任何人的 小坤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可是 我不告诉你的话 就觉得 心里有块大石头压着 那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吧 嗯 书颖阿姨 我 见到何叔叔了 他没死 还跟日本人去了那个地方 胡子 你再好好想想 没留下什么线索吧 应该是没有 我在返回去救人的时候 发现原本被我打死的一个日本人 不知怎么又活了 应该是爬了一段 但我让他爬不出那个房间 所以 我干脆一把火全给烧了 干得漂亮 营长 以后啊 咱们就这么打配合战 你负责指挥 我来冲锋陷阵 我说你小子有几条命啊 这种事情只能干一次 还有我告诉你 艾莎的事情不要再干了 我们要留着气 将来要干大事 我明白 营长 告诉你一件事 丰收 他怀孕了 行啊 胡子 你小子终于有一件事 走在我前头了 恭喜你 当爸爸了 原本以为 凤收经过那件事以后 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所以我俩都很意外 感觉这孩子 就像老天爷赐给我们似的 什么老天爷赐的 这是你小子有本事 我还告诉你了 当爸爸了 一切都要以孩子为主 把这个带上 带凤收去老家好好养一养 好 谢谢营长 我们家丰收 又不是阔家的太太 黑痒痒痒 我答应过丰收 等他生了 我就带他回老家 等咱们孩子长大了 我就叫他打枪 也成为一个神枪手 嗯 你说 他答应救你们 嗯 从那天起 我就天天怕 天天怕 日子好像有了希望一样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 救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他包着头 蒙着脸 看不见长相 不过肯定不是何叔叔 因为两个人的体型不一样 书莹阿姨 何叔叔 怎么会跟日本人在一起 他们的关系好像很好 又划拳 又喝酒 还称兄道弟 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变 包括你最信任的人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快走 不要招了 不要招了 你们都出去 不要招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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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招了 放过我的孩子吧 不要再这样了 出去 妈 我好怕 妈妈 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事情会这样 我们就是想揭露 日本人恶魔般的行径 让中国人能知道更多的事实 是啊 对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当过记者 我理解你们 我也理解你们的愤恨 但是这么做 会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这些你们都没有想过吗 你们现在这样等于让他 一遍一遍地回忆 回忆那些 他本来想要忘却的记忆 这就像是 钢筋家的伤口 又再次撕开一样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平静一点呢 这不是逃避 是人类最基本的关怀 我们都经历过战争 见过遍地的死人 但这不表示我们就漠视生命 就丢弃了人类最基本的同情 和怜悯 只是因为 这些姑娘都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应该给他们留一些空间 他们已经被恶魔伤得体无完肤了 我们就不要再打着正义的旗帜 再伤害他们了 孙嫂 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 这 结案 为什么呀 上面的命令 不能因为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情 而影响了日本侨民在华的形象 局长 这 这还捕风捉影 死无对证就是捕风捉影 至于那些女孩子的证词 是不足为信的 孙嫂 在雇佣关系中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有雇员说老板好话的 就像是你们 在背后骂我是一样的 局长 我们可从来没骂过您啊 但是这事儿 这事儿总得跟老百姓有个交代吧 就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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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好 我也就不瞒你了 日本人已经对我们下达了命令 强行压制一切报道 并且还不让警察局立案 这不 现在 让我对这些受害者家属全都传达到 所有人都不准随便说话 否则的话 这就是非逼着中国人以暴力制暴力 韩小姐 李医生请您去一趟 小坤 除了身上有外伤 他还患有很深的眉毒 眉毒 能治好吗 以我们目前的医疗状况 很难 醉化会是什么样 我们会全力移植的 但我不敢保证 她的生命也许到如旧 多吃点啊 乖 再来医生 真乖 舒阳阿姨 你问过医生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吗 医生说你现在 恢复的情况不算太好 还需要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 我别的都还好 就是身上的伤总是愈合不了 你看 我的手还有我的脖子 多吓人啊 是啊 怎么出了那么多斑块 一碰就疼 不当心弄破了还溜浓 这药也没少吃 怎么就不见好呢 不用太担心的 医生说这都是服药的副作用 停药以后就会好的 那 那什么时候可以停药 入秋前可以吗 爸爸答应我 要带我去看红叶 我们一家人去郊游 能 一定能 这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这种病到后期 会侵犯人的免疫系统 而且会引起各种并发症 现在即便是美国 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我听人说 这种病到了最后 人会很痛苦的 这浑身上下都会烂掉的 你不说话会死啊 谢谢大家的关系 宛若 我看 还是扶你背风间吧 所以以后 我们都要对小昆好一点 再好一点 让他觉得我们都是他的亲人 时刻都在他的身边 以后小昆想吃什么 我全爆了 我呢还有喝人参 也拿给小昆 布布身子吧 还有 以后即便大家心里再难受 当着小昆的面 当着张先生张太太的面 都不能表现出来 虽然我们心里都有准备 但还是要让他们看到希望 如果连亲人都绝望了 小昆只会比我们更绝望 知道了 还疼吗 小昆 以前还有点疼 现在都没有感觉了 护士姐姐 你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护士姐姐 这个送给你 谢谢你每天帮我换药 谢谢你 小昆 我还要去给别的病人换药 我先走了 小昆妈妈 谢谢你啊 小昆 今天外面阳光很好 我们出去晒太阳吧 妈妈等一下 我还要把这些花送给其他的护士姐姐们 嗯 好 护士长 以后 别让我再给小昆换药了 我真受不了了 你想到那孩子我就 我理解你 可照顾病人是我们的天职 不能因为悲伤 就选择逃避 你 我很难想象 那么天真可爱的孩子最后 要全身溃烂 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这不仅是在折磨他 更是在折磨咱们大家呀 那君王八大日本人 就该统统下地狱 好了 别难过了 快去给病人换药吧 好 好 小昆 你醒了 要不要喝水 妈 你怎么又睡在这里了 这样睡很不舒服的 妈妈就想多陪一陪你 妈 我今天 好想吃你做的百叶结烧肉 还有虎皮鸡蛋 好啊 想吃是好事啊 稀饭在桌上 你先随便吃点 妈这就回去给你做啊 好 妈 怎么了 没事儿 路上小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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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狗 小坤不见了 他会去哪儿呢 别着急 小坤 张先生 我后面前找了 没有啊 花园也找了 也没有 也没有 怎么说 我那边也没有找到 外面也没有 小坤 你别太着急 小坤 舒盈 舒盈 怎么样 小坤找到了没有 没有 赶紧再帮忙找啊 好好好 你们都别急啊 我马上把兄弟们 都派出去找 小坤 我的小坤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我走了 因为我不忍心 看见你们 跟我离别时 悲伤的样子 那笔用刀弯我的心还疼 我是要走的 一定要走的 那就让我走得安静些 少一些痛苦 也不要带走太多的泪水 妈妈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答应我 好好地活着 好好地活着 等一百年后 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那时 我依然给你当女儿 完成我不曾完成的孝道 书尔阿姨 请你帮我照顾好爸爸妈妈 从我认识您开始 您就是我心目中最坚强 最勇敢的女性 可惜我 可惜我没有机会 成为你那样的人了 还有我所爱的叔叔阿姨们 再见了 这个世界并不美好 我来过 又走了 请大家记住我 我是个很乖 很听话的好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坤 我的女儿 小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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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这就是王国奴的感受 除了欺辱就是压迫 连个说礼的地方都没有 堕盖 犯人的脸是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一眼 我看不见了 沙盖 请考虑 你不想起来 他 我脱了 一人的女儿的眼睛 被她的衣服 总部证实 从美国进回的武器 在东海被日本舰队拦截 这次行动的指挥者 就是武藤吉夫 看来 我们真是小看 这只老狐狸了 此人身居上海 但是他的情报网 渗透到全国 以至海外 而且他手上有天皇特令 可以随意调配 海鲁空三军中的 后勤特编队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战争打到最后 听的就是物资保障 这点日本人很清楚 不然不会给武藤吉夫 这么大的权力和地位 楚天 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们为什么要借助你 和城村的关系 不惜重金 把你打入上海经济商圈 谢谢 来 拿着 谢谢 这件衣服送给你 真是好人的 谢谢 谢谢 拿着 谢谢 谢谢 来 这件衣服送给你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这件衣服送给你 拿着 这位兄弟 请每天早起时 把衣服上的字读一遍 别急啊 该我们了 家动 怎么了 你是要把这件衣服送给你的朋友吗 当然可以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谢谢 给我的 这衣服真好 好 孩子 我以后啊 不能再来了 我要走了 我要回乡下 治我的马蜂兵 懂吗 您好 老人家 家栋刚才跑得太急 食物忘记拿了 这份是给您的 感谢您这段日子以来呀 对我的照顾 我要离开了 我呀 要回乡下 治病 是吗 那也好 如果有需要的话 您可以随时回来 对了 老人家 我有一个小请求 家栋啊 性格内向 平日里不太与人往来 恐怕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后天是他洗礼的日子 您 可不可以参加完他的洗礼仪式再走 这个 我呀 怕我这样子 吓着大家 好 我一定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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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 侮辱 啊 好了 交出 这就是 不 earns 卖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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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上帝出败了你 皇上 折腾 快去 快去 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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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贾东 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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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东你回来 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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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贾东 贾东 听我 快回去 快回去啊 快来 这个呢 让开 不 夹斗 夹斗 别动 夹斗 加强强度 强度 强度再调 没有感觉 没电了 没电了 你现在过去 把咱们最新的仪器拿过来 姐 都这么长时间了 夹斗他还会醒过来吗 我听护士跟我说 有一种病叫做长期休眠症 就是活着的人再也醒不了了 我们夹斗会不会这样啊 夹斗实在是太可怜了 他那么小就要遭受那么多的罪 要是爹娘知道他现在这样 该有多伤心呀 别这么悲观 也许情况不会是最糟糕的 医生 我弟弟他怎么样了 他还能醒过来吗 现在还很难有结论 不过我刚刚提他诊断的时候 发现他的大脑皮层非常活跃 并且一直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 从这点上看 可能会有机会 医生太好了 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 谢谢菩萨 谢谢 谢谢菩萨保佑 这下你能够宽心了吧 对了姐 虎子他 都失踪那么长时间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教堂里 其实之前我在教堂 见过虎子 但那时候没有留心 默默说他是麻风病人 我就没有在意 我完全没有想到 那个就是虎子 他们给他安的罪名 是杀人抢劫 就是他救的小昆他们呀 原本虎子已经要离开了 就是因为家栋的吉礼 他才有回来的 虎子一死 也不知道丰收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会不会把他也给抓了呀 对啊 丰收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如果虎子被抓 后果不堪设想 虎子是我的兄弟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太天真了 就算他抵得过酷刑 也抵不过神经催化 虎子好样的 拼上一条性命 给我们解除了最大的隐患 虎子死了 丰收怎么办 从现在开始 你在家装病 吃饭 打牌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丰收怎么办 下个星期 陈村会来上海 你把他请到家里 我有一份大礼给他 丰收怀孕了他怎么办 这是命令 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 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何楚天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 你就连接受处分的机会 都没有了 虎子的身份马上会被查出 而你是当年守卫营的营长 你刚去过小黑楼 虎子就冲去杀人 你当日本人是白痴吗 你现在去找丰收 日本人也在满世界找他 你们活生生撞在一起 那就连翻牌的机会都没有了 何楚天 我知道你是一名战将 并不适合做我们这行 可是你身份特殊 天生就是一把金钥匙 但凡有第二个人选 我绝不会冒险跟你合作 你的意思 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拜你所赐 的确是 但是还有余地 抓住陈村 是你最后的救命稻草 好 还有 我请你记住 胡子 是因为你的鲁莽 和无耻 害死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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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怎么会这样 是吗 有点 是吗 是的 是吗 她的 是吗 家冬 你醒来 姐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你会说话了 家冬会说话了 姐 我走了好久好久 我好渴 渴是吧 要喝水啊 姐给你拿水啊 姐给你拿 来 喝水 家冬 家冬 醒了 家冬 我不要看到你 不要 你走 我不要见到你 姐 姐 我怕 我怕 家冬 家冬别怕啊 你忘了 她是舒英姐姐啊 我们是一家人 不 不 她不是 爹就是因为她 才被日本人害死的 就是她 不是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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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